韩丽的眉头微微一挑 沿着田笼啊 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那块林田的旁边 看了一眼 又跳进田里 踩着有些松软的土地 来到林田的中央 蹲了下来 在他双脚的正前方啊 一块拳头大小的灰色土块的下边 正有一道比豆芽 还纤细嫩绿的右芽 从泥土中伸了出来 将那土块撑起了一角 倾斜向了旁边 这右芽看似孱弱 实际上却充满了 旺盛的生命气息 不是他物 正是那枚母豆 这是发芽呢 在最开始种下这枚母豆 百年之内啊 韩丽还会时常用绿叶来浇灌一次 但后来呢 因为炼制精力和浇灌 其他灵药的缘故 绿叶一直十分的紧缺 而母豆呢 又始终没有发芽的迹象 他就暂停了对其的浇灌 没想到今日再来看的时候 他竟然已经悄无声息的发芽了 韩丽仔细打量片刻之后啊 就发现那嫩绿的豆芽的两片稚嫩的叶瓣上边 生着一圈圈模糊的暗金色的纹路 显得很是奇异 他眉头微微一簇 手掌一翻 掌心之中多出了一本薄薄的黄纸书册来 仔细翻越了片刻之后 韩丽脸上的疑惑之色越来越重 忍不住喃喃自语 不对啊 这怎么和忽颜长老 心得比扎上描述的不一样呢 又查看了两久之后 韩丽也没能得出个确切答案来 只得将嫩绿上的土块掀开 画下了叶瓣上暗金纹路的全貌 转身出了洞服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一道青光从高空中飞掠而下 朝着下方一座山峰上落去 青光落出啊 韩丽的身影从中显现出来 从他身前不远处坐落着一片面积 颇大的连绵院落 正中的诸红大门上方悬挂着匾额 龙飞凤舞地写着白酒山庄四个大字 韩丽瞥了一眼 那东倒西歪显得最熏熏的四个大字 正于上前就看到釜底大门忽然一动 朝内打开了 一名身着雪白纱裙的风鱼少妇 从中走了出来 脸上略是粉带 一头的乌云青丝高高地挽起 浑身上下透出着一股子 令人心折得妩媚的意味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白溯源的师父 十三金仙道主之一的云泥道主 只不过他此刻脸上带着几分 颇为明显的韵怒之色 步履匆匆朝着外边走过来 身着灰白道袍 腰间悬着两个葫芦的忽颜老头 跟在他的身后 想要上前说些什么 似乎又说不出口 神态显得有些窘迫 而当忽颜长老一眼看到 站在前面台阶下的韩丽的时候 神色就变得更加尴尬了 一时间停在原地 没有再追上去 云泥面色不善 当韩丽从身边经过的时候 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飞掠而起 化作一道红光 远顿而走了 韩丽看着站在台阶上的忽颜道人 正朝着高空中有些失神 并轻轻咳嗽了两声 后者随机回过神来 一转身朝府内走去 一边故作淡定 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 这最近宗门真是公务繁忙啊 胡言长老日理万机 都是公务绑来 是哪股风把你小子又吹来了 事先说好了 老夫最近可没有酒给你蹭喝的 前些时日 晚辈去执行新任务 恰好得到一坛好酒 据说呀 是用六七十味珍稀灵药所调制 这不就想到胡言前辈了吗 韩丽微微一笑 单手一翻 手中就多出一个用红色酒坛递了过去 胡言老头文言眼睛一亮 但接着左顾右盼 有些故作矜持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这里人多口杂 进去说话吧 好 韩丽和胡言老头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入了府邸 穿过院落旁的抄手游廊 来到会客的厅堂内 分宾主落座 很快就有一个年轻的仆从走上厅堂 给两人添置了茶水 胡言道人看都没看到茶水一眼 手掌一挥 取出一支琉璃酒盏 给自己倒上一碗 仰头一饮而尽 像是仔细回味酒的滋味似的 这邋遢老头啊 神情沉醉地扎了半天嘴 呼出一口气 哎呀 这红毛酒果然是够劲道啊 前辈 您知道这酒 昔日老夫云游天下时 曾在荒兰大陆的北疆喝过 对此酒颇有些印象 与别的酿酒鲜酿不同啊 此酒 须取得猪妖兽的兽骨精血浸泡 风坛百年 方可饮用 色如血 浸霸道 凡人自不可淫 即便是我被修饰 化神器以下修饰引之 也无异于自寻死路 不过对于仙人嘛 倒是无妨 前辈与品酒仪式上的造诣 晚辈生平谨见 不得不由衷喷咐 你这小子少拍马屁 有什么事直说吧 看待这红毛酒的份上 只要不过分 老夫都能答应 是 晚辈今日去林奥园中 偶然发现之前种植的 稻兵发芽了 只是 这幼崖和您之前给我的心得笔扎上的记载 有些不一样 布尔特来 请教前辈的 哦 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道兵的幼崖上 长着一些奇怪的暗金色纹路 什么样的纹路 带我去看看 晚辈绘制了纹路的样图 还请前辈过目 说吧 韩丽手腕一翻 取出一张纸页递了过去 忽言道人接过来片刻 脸上露出了笑意 哈哈哈哈 你小子呀 可能是要走狗屎运喽 你这豆兵啊 应该是发生了变异 啊 为何会变异呢 影响豆兵变异的因素很多 种植地的水源 地脉 浇灌豆兵的灵液 以及豆兵自身的品质等等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才能判断出来呀 难道是因为小平绿叶的关系 还是受地下火脉的影响 不过 啊 你也别高兴太早 这豆兵的变异属于不可控的状况 有可能会变得更好 同样也有可能变得更坏 全凭运气 哈哈哈哈 啊 韩丽看着这忽言老头 一酒碗接着一酒碗的喝 心知他多半有心事 便也不再继续叨扰 哈哈 既然暂时没什么别的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就暂且不用管他了 此番多谢前辈告知 晚辈这就先行告退了 去吧去吧 老夫还要再自争几杯 忽言长老说着摆了摆手 韩丽无奈一笑 随即转身离去 两日之后 洞府密室之中 韩丽翻手取出一张牛手面具戴在脸上 随着一阵光芒亮起 一张巨大的青色阵盘浮现在密室的墙壁上 在确认了斗兵的变化无碍以后 韩丽便打算继续在无偿盟中接取任务来换取灵石 阵盘之上 左侧任务栏中随时都会有全新的任务更替上来 也随时会有已经完成的任务从上面取消 往往除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任务之外 更替得十分频繁 韩丽的目光从任务栏上一直往下扫去 当看到中间的区域时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任务 之所以说的特别呢 是因为以往的任务通常都不会发布任务的详细内容 每次呢都是由召集人将所有人集中起来之后 才会告知具体的任务内容 可是这一次却一反常态的 把任务具体的内容和条件一并发了出来 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保卫盛魁门的机要之地 抵御外敌的入侵 韩丽对于盛魁门倒是知道一些的 知道宗门呢位于雷暴海洋西北海域 距离古云大陆并不算多远 是一个以制造和出售各式傀儡而闻名于附近海域的一个中型宗门 圣魁门整体的规模自然无法和竹龙道相比 但是因为存在特殊性 一向与许多仙家门派呢都有傀儡上的贸易往来 哎 故而宗门的富裕程度远非那些同阶宗门可比拟 而与此同时 此次任务对参与人员做了一定的限制 必须是无常盟内只有青色面具以上的成员才有资格执行 看来执行此次任务风险必定不小啊 不过给出的任务奖励却是十分丰厚的 报酬相当于其他普通任务的十倍之多 这丰厚的报酬让当下急缺灵时的韩丽不禁动了心 立即就决定接下此任务 但是由于距离任务集合日期还有一段时间 韩丽就把之前攒出的灵药炼制成了两炉丹药 同时也为之后的盛魁门之行做了一番准备